Hello 大家好 我是Massel Mr. Tomy 今天是第88期 咱们介绍的是1991年版本的 Cobra Commander 眼镜蛇指挥官 那么这个的话是第4个版本 它的话是可以带一个可以发射出去的无人机 或叫做Buzz Bomb 这个炸弹 好 那么这个版本的话是第4个版本 我们知道第一个版本的话 是我们最熟悉的作战头盔版本 没错 这个的话是一个我们最熟悉的版本 国家里面也是有这个角色的 我们知道这个角色的话 其实是在这个1982年的时候 是有一个直臂版本 那么当年的话还有一个特殊版 就是这个Mickey Mouse游记版 那个的话是更值得收藏 那么这个的话是一个玄臂版本 叫做1.5版本的这个头盔的指挥官 好 那么之后的话是在这个84年初 一个游记版本 就是这个Hoodie Cobric Commander 这个头套版本 那么这个的话也是一个游记版 参加第一个版本的区别的话 就是这个头雕不一样 那么身上的话的配色是不一样 身上其他部分是一样的 好 那么另外的话 第三个版本的话 我们前面也讲过也介绍过 就是这个重甲版本的指挥官 那么这个的话是在1987年 那么这个重甲的话 是这个红衣维队里面 这个Frax 7 为它进行设计的 那么现在今天介绍到 这个是一个第四个版本 那么之后的话 在这个1992年 还有一个第五个版本 那么那个的话 是一个可发生的一个背包 好 那么在第六个版本的话 是在1993年 这个Better Corp 就一个黑色的黑装版本 那么第最后一个版本的话 是在94年 这个Star Brigade 这是一个可以摘掉头盔的版本 那么一共的话 从这个820年到94年 一共就有这个7个版本的指挥官 我们可以把它收齐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指挥官 这个是一个第四个版本的指挥官 那么它的话也是个蓝装版本 头上的话是戴着一个作战头盔 面罩的话是可以摘下来的 待会的话我们看看师傅 可以把它拿下来 那么它的话是戴着一个非常酷的配件 待会我会测评 所以我们先看这种内容卡 就这么亲密信息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物卡 那么上面写的Corname 代号的话是Cobra Commander 眼镜蛇指挥官 那么它的话是Cobra Leader 它演出的里面领导 好 那么它的话是绝对无情 而的话是没有这个良知心 好 那么Cobra Commander的话 它希望通过这个暴力来统治这个世界 还有这个社会的这个暴政 还有这个金融的控制 那么它的话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这么一个坏人 那么它的话基本上就是一个骗子 也是一个非常差的推销员 它之前的话是做这个二手车生意的 好 那么它的话是由自己的这个蛇兵部队进行支援 还有这个空军和海军 所谓海陆空三期支援 好 那么它的话也是这个对前线的指挥的话 也是非常的细致入微 有这个可以操控的无人机 或者叫做这个炸弹武器 进行一个前线的观察 那么配有这个宽角度的这个观察屏 以及这个热感像这么一个仪器 好 那这个地方很多独裁者 或想成为这个拿破仑式人物的人的话 都会有一个远大的目标 这目标的话也会成为脚下的绊脚石 但是我们的Cobra Commander 是不是这个样子的 它就是为了钱 还有这个power 就是权力 那么如果你也想要这个钱和权力的话 就跟着它来走吧 仿佛这个投名状的这个口号对不对 抢钱 抢梁 抢娘们 对不对 是这样一个口号的一个人物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人物本身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小时本身 这个小时的话 一共是有两个配件 一共是这把枪 还有的话就是这个可发射的无人机炸弹了 我们先来看这把枪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把枪 那么这把枪的原型的话 其实是这个M3 Submachine Gun 就是这个M3冲锋枪 这把枪的话其实在二战的时候 是由这个美国通用公司进行生产出来的 口径的话是点四五口径 那么这把枪的话是在这个1942年12月12号 开始进行服役 那么外形的话 非常像这个给这个车打油打蜡的这么一个油枪 就是说这个枪的外号的话也叫做这个黄油枪 叫做Greasy Gun 这是个充满细节的这么一把小枪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配件 第二个配件的话是可以发射出去的一个小的无人机炸弹 叫做Buzz Bomb 那么这个炸弹的原型的话 其实是来自于这个44年到45年二战时期 是德国的一款武器叫做这个V1 Flying Bomb 那德语的话叫做Fergetun Schwavel 意思的话就是报复性的武器 那盟军的话是把它叫做Buzz Bomb 那么当年的话是在这个德战区的这个法国 向英国伦敦射击出了一数千发这样的这个跑弹 这是个非常具有杀伤性的报复性的武器 为什么报复呢 因为当年盟军是轰炸柏林对不对 那他们的话也要报复轰炸这个伦敦 好了 那么这个武器的话我们可以这样 把这个地方的话是拉到底 然后我听了一个卡扣声 好了 然后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飞行器放在上面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按下去的话 就把它飞出去来看一下 好的 那么待会的话我们会进行一个准度的测试 好了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武器 那么这个的话呢 首先的话呢是一个底座发射器 那么上面的话是有一些细节刻画 这个地方呢仿佛是一些弹簧装置的刻画 那么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发射的方向 上面是不失一些细节刻画 那么拉起来之后的话呢 听到一个卡扣声 好了 然后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向下按的一个按键 这个非常具有力度的一个武器 这个地方呢是可以把它折回去进行一个收纳的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小飞机 这个飞机的话呢是一个塑料的飞机 那么其实的话可以当成这个侦察机 或者是一个buzz bomb的炸弹形式 那上面的话也有这个蛇兵的这个标志 我们来看一下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人本身 好 那这个小人的话呢是第四个班的指挥官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是一个 类似于这个夜视仪的这样一个面具啊 这个面具的话呢是可以把它摘下来的 那么这也是唯一的一个版本可以看到这个指挥 跟真容的这么一个设计 好了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好了 3 2 1 小朋友 你是否有很多我好 为什么 别人找到看漫画 我却在学画画 一直刚听说话 别人找玩游戏 我却背着ABC 好的 开个玩笑 我们来看一下 好 那么他的话呢是长的这个样子 这是一个有点这个苍老 或者是历经沧桑的这么一个人物啊 那么头额头的话呢 仿佛是有些皱纹出现 面部的话呢是没有一些刻画 是因为这个本身是不应该拿下来的啊 那么这两个点的话是两个小猪 这些一个微微的一个这个胶鼠的年纪 我们是可以把它拿下来的 那么拿的时候的话需要这个地方 需要抠一下来把它这样拿下来就可以了啊 好的 我们再把它放回去 好的 那这个头部的话呢 是一个眼镜蛇在这个地方 这个是一个非常霸气的设计 说明他的话呢本身是个王者啊 好 那么胸口的话呢 是一个大大的logo 这是一个眼镜蛇的标志 好的 我来看一下 这个衣服整体的话呢 是一个蓝黑色的配色 这也是一个这个敌方的一个经典的配色啊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 仿佛是一些厚重的一些细节的一些刻画 那么仿佛的话是一些防弹 或者是一些防火的处理啊 好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是一个金色的漆的涂装 那么金色漆涂装的话通常是容易磨损掉的 但这款的话还是这个保存的非常好啊 好的 那么在腿的两边的话呢 是留两枚手枪的这个设计啊 这是一个附属的一个武器 那么其实指挥官的话呢 主要是一个前线的指挥啊 这也是他为什么有这个无人机的 这么一个设计的这个原因 好的 那么腿部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脚上的话 穿着两个黑色的靴子 也有这个金色的配色 我觉得这个金色的配色的话 其实是这个彰显出来 这个人物的话 绝对是一个王者的这么一个身份 好 那这是我们这个第四版本的指挥官 好 我们把它的陪伦给装在身上 那么就是这一款手枪 好的 就是这一款手枪了 好的 那么我们今天测评 这个人物的话呢 是Cobra Commander 这是第四个版本的指挥官 那么一共收起的话呢 一共是有七个版本在老板里面出现 那么这是唯一一款可以把面具摘下来 所以说我觉得的话呢 还是比较值得收藏啊 如果在喜欢的视频 欢迎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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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进行玩具的交流 它对我鼓励的话 是我不断倾行的动力 那么大家可以在朋友们继续留言 我们进行一个玩具的沟通 我们都是这个GI州的爱好州 好的 我们下次见 See you next